M4突击步枪退化美军急需更换,未来最强步枪AK-12登台。 在枪械中被誉为最好的突击步枪已经呈现疲态,在一次对现代防弹衣测试的结果中,发现M4突击步枪使用5.56毫米竟然无法发穿透,并且这情况在中东战场上失利有的直接原因。 所以美军现在继续开发一款更加先进的武器,虽然当前美军特种部队的SKR突击步枪在综合性能上都远高于M4,但是在价格上依旧昂贵,并不合适列装全军。 而俄罗斯算是轻武器设计的强者,在前苏联解体后只是对原有的AK-47突击步枪的基础上稍作了比较多的改良衍生型枪械,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,一直保持住传统的AK制式枪械。 但在近几年俄罗斯似乎开始对轻武器的设计又热衷了起来,开始不断地突破原有的枪械设计观念,将模块化战术步枪的设计概念对接了AK枪组,所以AK-12突击步枪就此诞生。 从整体上可以看得出来,抛弃了传统的枪机设计。 并且更加注重人机工程学,也有和Sky突击步枪一样的左右枪机拉柄,同时也兼顾了原有AK枪械那恶劣环境的特点。 不管是任何的潮湿和沙沉天气等,都不会对AK-12造成枪械护杖卡壳等情况,还能根据战场环境的需要改变枪械人物。 使用不同口径的子弹5.45毫米,5.56毫米,7.62毫米,依旧拥有60发子弹的溶弹量,并且重量上降低可进行单手操作,假装了皮卡丁尼导鬼导鬼可进行多种组件的加装。 所以AK-12可以看作是在魔改AK-74的基础上,加上Sky突击步枪的模块化设计的一般未来是突击步枪的原型,并且该枪械的不仅次降低了原来AK的强后坐力, 还提高了比AK系列枪组更高的射击精确度,而且现在AK-12突击步枪已经批量化生产中,预计不久后俄罗斯将裂装该突击步枪,而生产过剩的AK-74可能会被销售到南亚等国。 所以美军不仅次是面对M4突击步枪战力退化的问题,也是面临热清武器射击地位将被取代的尴尬境地, 而且德国装备G-36突击步枪由于各种问题存在,现在也设计出了HK-433突击步枪用于取代该枪械, HK-433突击步枪可以算是Sky和M4的结合廉价版本,很有可能会采用该枪械作为替换。 但有消息称美军现在正计划在2025年之前,开发出一款6.5毫米口径的突击步枪, 其概念外形有点像中国的95式无托突击步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